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民 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 请任 罢课 罢工 暴力对抗政府等族行式的爱国运动 五次运动是由于中国巴黎外交失败而产生的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 广大军众 市民 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 通过示威游行 请愿 罢工 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 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又称五次风雷 五次运动是由学者倡导的反帝运动 那么当时的学生领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一 宽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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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年11月1日生于湖南少阳 1911年 宽护生曾跟长沙革命军攻寻子阳门 1913年 在少阳中学读书时作文痛骂北洋军法 五次运动时 宽护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他是五次运动的策划者之一 宇富思年 段熙鹏等组织了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 北京学生集会游行 宽护生率先冲入曹汝林住宅 火烧赵家楼 1919年下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树北部 回湖南在长沙处于小学任教 1922年到上海中国工学任教 1925年春 宽护生在洪口老把子路 创办立达中学 1933年4月22日 在上海并市 中年42岁 以体葬于立达学员农场 二罗加伦 罗加伦 1897年出生在绍兴科桥镇江头 其父曾任江西进贤等县之县 1914年 考入上海复旦工学 1917年一夜后 进入北京大学文科 成为蔡元培的学生 1919年 在陈独秀 胡氏支持下 与傅思年 徐燕之成立新潮社 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 当选为北京学生届代表 到上海参加全国学年成立大会 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 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提出了外征国权 内出国贼的口号 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 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一直言容至今 罗加伦五四运动后 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 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 德国柏林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 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28年 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同年八月 任清华大学校长 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 1930年后 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厂 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1941年9月 起 任监前考察团团长 新疆监察 使监西北考察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 任国民党中央党史 编转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5月 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去台湾 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短委员会主任委员 考试院副院长 博士馆 馆长 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1969年12月25日 因肺炎 血管化等症状并发 并是台北农民总医院 享年72岁 三 复思年复思念 1896年3月26日 出生在山东辽城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育科 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 1918年下与罗加伦等组织新潮社 创办新潮月刊 影响颇广 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 担任游行总指挥 复思年1919年下 大学毕业后 复思年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 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 学习实验心理学 生理学 数学 物理 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普朗克的量子论等 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虑学发生兴趣 1926年东回国 一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简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 中文系主任 从1928年11月起 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任主编 1929年春 历史语言研究所 从广州先往北平 赴兼任北大教授 1937年春 兼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兼任西南联大教授 主张抗战 抨击贪官无力 抗战胜利后 一度带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 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1月 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 兼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4.段熙鹏 段熙鹏 段熙鹏 1896年生于江西永新 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时 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 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在五四运动中 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1920年 段熙鹏赴美留学 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 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 1930年起 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 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在上海去世 5.梅斯平 梅斯平 梅斯平 1896年生于浙江永家 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 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 五四运动时 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梅斯平 在火烧赵家楼之间 钟冲在前面 放了第一把火 毕业后 梅斯平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后任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抗战期间叛国投敌 1938年与高中午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 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 沦为汉奸 历任汪给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常务委员 组织部部长 工商部部长 职业部部长 浙江省省长 内政部部长等要指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 1946年9月14日 被枪决 1939年12月15日 梅斯平13岁的女儿梅艾文 在镇欧日报发表文章 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 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6 许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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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 生于江西九江市 1909年好入九江中学堂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投笔从容 参加宪兵队 1912年 又到九江中学读书 1915年初 许德恒考入北京大学 1919年5月4日 许德恒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 许德恒赴法勤工俭学 1927年春回国 在广州担任教官 后又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 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代主任 辛 中国成立后 许德恒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 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水凯部长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二 三届常务委员 第四 五届副主席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二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四 五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0年2月8日 许德恒因病一直无效 在北京逝世 中年一百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 售 阮 9 0